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员张艺著书力说 作客我的一本课板书 大家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这里是我的一本课外书 今天要到这个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读书的这位嘉宾可了不得 他有很多的称号 比方说中国好老公 妇女之友 他呢 可以和国民媳妇海星搂搂抱抱 他更敢抢皇帝的女人 缓缓 大家已经猜到他是谁了吧 高深叫出他的名字 张艺 有请张艺 大家好 玩得不错啊 玩得不错 但人家不是玩 是真情流露是吗 是 你们喜欢张艺吗 喜欢 为什么喜欢 你为什么 没有理由 就是爱你 就是爱你 谢谢 什么感觉 我 我受估有亏 怎么做 所以你看看 就这么一位这个中国好老公 他今天要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来 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书呢 我得先把这本书给大家看一眼啊 不靠谱的演员 都爱说 如果 你们看过这本书吗 那是真的是你的名字 刚刚才出哦 刚刚才出的 刚刚才出 这书为什么叫 不靠谱的演员 都爱说如果 解释一下这书名 我是一个有长名控的人 喜欢长名字 这个 呃 上学的时候 有一个小品 老师说 你的小品叫什么名字 我说 我的小品叫做 听说今天晚上电视台 要报道我们科研小组了 老师说 滚下去 滚下去了 所以我特别喜欢长名字 这个 这本书的名字呢 首先好多人都觉得我们这个行业 演员这个职业是一个不靠谱的职业 谁谁 这个找女朋友 找男朋友 找什么人都行 千万别找演员 为什么 你们都知道啊 对啊 还有呢就是 都爱说如果这一层呢 因为我们做这个行的 讲究一个叫 假定性 这我们那个国外有个这个行业的老祖宗 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他讲说 演员一定要充分的相信规定情境 相信你的假定性 比方说 我和李老师现在在舞台上 如果说我们在演戏 我们是按照一个假的剧本再来演戏 但是呢 要让底下的台下观众相信我们所演的东西是真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这个假定性 所以其实 假定性对于一个演员来讲 尤为重要 那么什么东西能够作为假定性的 代名词呢 我选了如果这个词 所以就这样一个书名 想看看 常常爱说如果的这些不靠谱的演员 在生活当中究竟是否靠谱 就请翻看这本书 对 这是书名的来历 他这书啊 我翻了一下 一张照片没有 胆挺大呀 一般都把上面的 印在那个封面上 明星招牌 张艺出书了 印着没有 玩了唯一的一张呢 还是一被影 我觉得我要是把我自己大头罩放进去 那才说明我胆大 对自己的长相不自信吗 反正不太适合上书 谢谢 张艺这本书里面讲了他自己的很多故事 你讲了别人很多故事 他是完全用文学手段来讲的 或者说是有点瞎编的呢 还是说基本是靠谱的 不像他的书名写的那么不靠谱 我们必须要找证人来才可以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在继续往下聊天的时候 我们要请上一个证人 好 也是他的前女友 谁啊 知道吗 我们掌声有请 刘洋 谢谢 有点好 前男友好 抱抱吧 来 照片是你吗 照片 好像蒙娜丽莎 照片是你在我的画廊 我就不愿意跟他站一块 就不愿意 是吧 太高了 是 今天没穿高跟鞋 他为了你今天特地穿的瓶杆 因为我们一起拍戏的时候 剧组会给我每天准备这么高的高跟鞋 对 然后有一天有一场戏是特别逗 他背对着我 他不知道我今天穿的是什么 然后我在后面喊 我说 张艺 一回声 刘洋的腰 大家看了吗 电视电戏剧 看了 刘洋演的是剧里边的张艺的前女友 是的 刘洋 这个 你看他名声在外 中国好老公 是吧 妇女之友什么之类的 就你在跟他拍戏的过程里面 的确感受到这个人是这样的人吗 还是那都是虚名啊 其实我很愤恨没有成为他的第十几任 我们这儿呢就是有一个题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凡是做过张艺的一幕上的妻子的人对他是怎么评价的我们来看一下哈 张艺格子最大的安全感是我觉得他的长相的情细 你觉得他们的评价正确吗 各个每个人都从了不同的方面啊 有从这个外形上的 从这个性格上的 也有从这个 这个 准确度上啊 预言的准确度上来评价 都对 但是呢 也都未必对 我老觉得好像 可能人这一生最难讲清楚的一个人啊 就是自己 比方说我也许知道他是什么样 但那只是限于我知道了他 未必是他自己的本性 他自己本性是什么样子 可能他自己也讲不清楚 也许直到有一天 比方说我 中了了那一天 弥留之际的时候 我平躺在床上 可能那个时候我还再会琢磨一个问题就是 我到底是谁 以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谁 可能这些东西是我们永恒都想不明白的一件事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讲的我是不是对 你刚才这么说的时候 用这很低沉的嗓音这么说的时候 我觉得我后脊梁 频频发梁 我这是以气纷纷使人招招 刘洋 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评价一下 其实挺让我没想到的 就是我挺喜欢他的文笔 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华丽的词汇 当然华丽的太华丽的 还记得吗 会写不来 对 很简单很舒服 它让我想到很多很多 就是我们平时的生活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照片 他说实在拿不出手 其实我觉得插图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是小女贼的粉丝 当然也是你的粉丝 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 他是小女贼的粉丝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张艺同志不是觉得自己照片拿不出手吗 所以就在这里面就没有照片吗 然后就在里面呢 有这样的插图 给大家欣赏一幅啊 比方说 挨打不是最难熬的 挨打之前的等待 才真正恐怖 有同感吗 有同感 好 然后呢 就画了一插图 画这插图的这位呢 叫前海样 所以他刚才提到的小女贼呢 是指这个画插图的前海样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插图 更能体会他想表达的意思 张艺同志啊 这个这里面真的写了和恩恩多女孩子的故事 是吧 你能不能讲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对 你觉得最值得一说的 我和某某某的最不得不说的故事 有一个人叫小美 在这本书里面 读书的时候 她是那座城市的这个石家青少年 她也曾经家里条件非常好 后来小美做了我的战友 然后也挺不幸的跟我谈了恋爱 在那个时候 你的真的前友 对 在很多年以前 然后我们一路在部队奋斗 学习训练 在后来我们分手 分手之后 她又有了新的生活 结果后来 小美出了车祸 所以这么一件事让我 我觉得好像 在我整个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上 这件事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我曾经去看过手术之后的小美 那时候她在海军总医院这个高压阳仓 刚刚出来 躺在床上 我说 小美 赶紧醒过来 我说我是谁是谁 我们所有人都在等着你 刚说完这句话 小美的眼角就是一滴 晶莹剔斗的眼泪 瞬间滑落 我那时候觉得小美听见我说话 我觉得小美好像完全可以清醒 所以我就在喊 我说医生啊 她醒了 于是医生家属成了冲进来之后 医生告诉我说这是正常现象 那一年应该是2004 05年左右 一直到今天 快十年 小美还没有醒 那这件事我也写到了书里 我觉得这是我对小美 唯一能做的一个纪念 为什么说这句话 对你来说 人生中是如此的重要 其实本来曾经在布局 这本书的布局的时候 我想过说要不要把 有关生死的统一归进 叫做我所见过的躯壳里面 因为躯壳里面 其实探讨的是比较多的深河词 比方说我在剧组 相隔15米 亲眼见到的爆炸 然后我身边的演员朋友 命丧车轮之下 都是我基本上亲身经历 但是小美和包括那个女孩子 无论她们是命运如何 是植物人也好 还是已经去了那个世界也罢 我更希望她们永远是活在 我们的战友的序列当中 她还是属于我们部队的一份子 本身我们那个部队啊 原先叫战友话剧团 这个番号就已经不在了 就从我转业之后 变成了战友文工团话剧队 话剧团这个称号 维持了70年消失了 包括我们这一批当兵的人 最早的这个新兵的所在部队 24集团军 七零师210团 三营四排一班 整个24集团军也都没了 所以部队的人吧 比较喜欢曾经的这些纪念 不管这个人是在还是不在 希望我们的部队 永远都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所以我把他们放到了 这个战友这边 那我之所以喜欢探讨这些事情 可能是因为 这些事情是帮助我迅速成长 加速我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子 有一个这个老百姓的老话 叫做处死无大事 就说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烦心事 说你老饭愁 你愁什么呢 说你还活着 你的家人还都在 你还健健康康的 你还有事情做 你还有饭吃 有水喝 就OK 你要知足 说什么事才是大事 死字才是大事 所以说可能这些事能够让我 慢慢的让自己坚强起来 让自己乐观起来 其实我在看他书的时候 刚刚没有讲 就是里面总有一些 其实我认为 这女孩来看的话 会有一些忧伤 但是他会用一种很清淡的话 把它带过去 因为他刚刚讲的东西 我也经历过 我同班同学的离世 然后我也经历过 剧组的同仁 就在我的对面被炸点炸 可能他是男孩子 比我要坚强 他可以在这里面迅速的成长 我认为可能我成长的 没有那么顺利 我很难去接受这些东西 所以我把它归咎于伤感的东西 但是你看到他把这些伤感的东西 这样写出来 你是用什么感觉 我这里会很疼 所以我会避过我熟悉的那些画面 然后去看一些开心的东西 去看一些他讲的那些嘻嘻哈哈 但是人生成长是避不开这些东西 是 所以我觉得他很勇敢 他把这些经历过的东西 用文字写出来 我认为这是需要勇气的 银幕中不断演绎好男人的张艺 他心目中的完美女人究竟是谁 我可能就是能把这个猫我照顾好 我认为这就是好女人 一部文学经典《红楼梦》 带给张艺父子怎样的情感 我要不冲这本书我猜不了 演员张艺著书立书 作客我的一本课外书 有一天 我发现责任资格都已没有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 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在不安的深夜 能有个归宿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用双手去疼出 那些伸手如灰虫 有你的温度 有那么多的妻子 演过你的妻子 跟她们搭戏 那也写了那么多的女性 在你的心目中 你觉得怎样的妻子是最好的 就拿什么孙丽啊 海清她们 就是你刚才我们看到的 什么样的女人是最好的 其实什么样的女人最好也好 或者什么样的妻子最好 我心目当中是这样 因为我随时老在变 真的就比方说 我今天可能是我 我吃了一顿特别爽快的饭 我高兴极了 我身体各个部件 也都特别舒适 觉得这个气候 温湿度都太好了 可能这个时候我觉得 丑点也无所谓 看谁都顺眼 看谁都顺眼 有知识 知性 就好 但是可能 比方说 有一天天特别冷 哎呀 我又觉得特别饿 我可能就会想 哎呀 有一个女人 要是能给我点温饱 我就很满足了 再比方说 我一个人走到电影院里 看电影 我很孤单 就会想 哎呀 刘洋在我身边该多好 如果高我 才能老着点我 所以其实 一个丈夫认为 这个妻子是一个好妻子 那么她一定是个好妻子 但是她未必在别人的眼里 和别人的世界当中 她是合格的 所以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那我换一个问法 你所看过的这些书里面 哪一个人物 女人 是你觉得相对来说 比较符合你心目中的那种好女人 薛宝针 为什么 她是一个特别能容忍的人 其实现在我们对《红楼梦》的解读 已经开始有更多的 这么一些层次的一些判断 过去大家都喜欢林黛玉 其实您说 像林黛玉那样的人物 真到了现实生活当中 谁也受不了她 身体不好 情绪不好 对吧 然后她和周围人的相处也不好 她也没有处理事情的能力 她仅仅有一点小资的才华 那我喜欢薛宝针的原因 是觉得 实大体 然后呢 这个人处理的所有的事情 都那么的有分寸 可见她是一个 很能忍的人 我觉得一个女人 如果有这样的胸怀 她是能扛大事 我喜欢的 如果说 你一定要问我喜欢的女人的标准 可能我最喜欢的女人 是能够扛大事 标准挺高 长大事 对 您刚才谈到了 文学作品里面 你比较喜欢薛宝针 但在现实生活中 有人曾经问过你这个问题 就是完美女人 你心目中完美女人是什么样的 标准是什么 她还真回答了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个人的标准都是不一样 可能这个 她心目当中就是 这个女人就说 老公你就牛 你能拍四日君男一号 你就牛 她可能心目当中 这位就是好女人 我可能就是能把这个猫给我照顾好 我认为这就是好女人 我以后 很少 07年 07年是说 五年以前 你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 我们就把他找出来了 然后 她刚才说了 她心目中的好女人 就是能把她的猫照顾好的女人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养猫 就是在她的这本书后面 一个别册 还配了一别册 对 小 这人挺有心思的 别看她这书里面没放自己照片 后面全是 后面全是照片 全是各种照片 从小到大的 全有 然后里面 但是有一半 照片都给了小猫猫 他们家养了五个孩子 六个 六孩子 六只猫 她给她的猫猫巨大的篇幅 在这个 在她的这个别册里面 大家看都是猫猫 嗯 她说了 她心目中的好女人 就是把她家猫猫照顾好的女人 嗯 为什么那么喜欢猫 嗯 因为猫如女人 嗯 怎么解 猫 呃 这个这个理论是我独自独创的一个理论 哈哈 比如说猫的柔美 嗯 她身上的柔韧度是 是很强的 因为男人和女人相比 可能她要比我柔 嗯 比我软 然后这个 比较柔美 猫爱干净 嗯 每天 每时每刻 闲得没事干净给自己舔 给自己做清洁 然后 猫比较馋嘴 嗯 猫也爱睡懒觉 像这个我们设置组 经常就看着她没戏 沙发一尾 蒙头大睡 嗯 猫爱晒太阳 猫也愿意拿小脑袋 刷着人 来撒娇 猫呢 这个对喜欢的人 哪怕是再喜欢的人 它都会给你 若即若离地 保持一个魅惑的距离 我觉得这个很像是 女人对 男孩子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 每一只猫 无论公母 在我眼里都是女人 哦 哈哈 好啊 这头猫叫什么名字 谢谢 这是果子果然 果不其然 哇 你真的喜欢常名啊 呃 不是 它就是小名果子 大名果然 学名果不其然 哈哈哈 然后 那个 不代呢 是小名不代 大名不然 学名不以为然 哈哈哈 可不其然 可不以为然 大猫 这就是不然 这是不然吗 这是不然 很有姿态啊 对对对 他面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独立的姿态 对这是一个雅皮士我觉得 但是完全没有女孩子的坐相 所以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 但是他怎么反应 他根本不理我 继续这个姿势保持了很久 不过有一点 一般说来喜欢小动物的男人 心都还比较善的 我估计 心还是比较善的 谢谢 你刚才说到了 喜欢《红楼梦》你的水宝采 说到《红楼梦》的话 我曾经看到过你的一篇博客 就是这个微博里面 写了一小条 我们先看一下 说唯一欣慰的是这套偶遇的固执 我家找了二十年都没找齐的 最近叫我买到了 可惜我爸妈都不会看微博收采信 要不你们得多高兴啊 爸妈我很好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本书 我们家只有两册 我从小就只看过这个版本的两册 它是数体字的 也是人民文学 基本上算是最早一版的 然后 七二版的 对一直都想把这个事给攒齐了 我爸爸也是觉得这是一块心病 曾经在九十年代末的时候 我们在街边的这个老书摊 我和我父亲还遇到了后两本 当时就想买 但是那个时候要价对于我们家来讲有点贵 我们爷俩都没舍得 结果 我现在想不起来 我这一套是怎么攒齐 我觉得好像是谁送给我的 就一下子我如获之宝 后来我还是把这套书让我爸妈看着了 他特高兴 为什么你爸妈那么喜欢这套书 它不全呢 它有残缺感 你爸爸妈妈是分别做什么工作的 他们都是教师出身 所以在可能是在文革期间这两本书就 就是父母 对对对 应该是 所以那两本书的残缺对于他们来讲是个事 所以你把它找齐了 对不齐了 我们其实也找到一套也是七二年的 你们还要吗 作案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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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节目你找来的 谢谢谢谢 太好了 七二年版的 这样我和我爸妈就一人一套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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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奇了 奇了吧 我要不冲这本书我才回来 你怎么知道我要给这书啊 反正我一上台之前我就看着这个了 眼睛就盯上了 好了 咱们快点结束吧 拿到手了 没走出这个眼波军 拿不走 你爸爸特有意思 我看到你这书里写了一个细节 他爸 这个特别为自己的儿子骄傲 但是儿子老不在家嘛 他爸要到外面去跟人家显摆 怎么办呢 他就那个 就自己印了好多儿子的照片 别人来要啊 他就模仿儿子的签名 照片上看着他全签好 等到别人来要的时候 给别人 就是我儿子照片 我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 我特别想流泪 我觉得特别心酸 就是那个父母对孩子 那种爱 为了自己的孩子那种骄傲 真的我看到是心酸 他不是那个 您像这个 有一个电影叫《钢的琴》 《钢的琴》我看的时候非常有共鸣 里面的那个父亲 就是千元演的这个父亲 给自己的女儿 这个画这个钢琴的琴键 这事就发生在我们家曾经 我们家因为我父亲以前是音乐老师 他自己买了一台脚踏板的这个风琴 后来搬家 我妈嫌在站地方 就要把它扔掉 我爸说这不行 我得让我儿子学钢琴 他要一多不压身 所以呢就用这个硬纸板 在这个桌子上 给我画了一整条的这个键盘 让我在顶上毫无触感 毫无声音的练了一年纸绑 给我 烦的呀 他的做法让我极大的产生了 对钢琴这门艺术的抵触 所以我父亲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人 但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就是特别是儿子 当你长到一定程度和你的父亲 发生了严重的这种对立和分歧之后 再过十年就会发现 其实你蛮可怜这个老头 再过十年你会发现 其实你曾经瞧不上他的东西 在你自己的身上都会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 再过十年 可能你会觉得 我这一生一直瞧不上的一个老人 恰恰我做得还不如他 这是我跟我父亲之间的关系 那从这一书里能够看到你跟你爸爸那种关系的演变 我觉得看了真的是让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同感吧 尤其是男孩子 对我跟他 我们家是有这样的一个规矩是我立的 就是在我做了这个工作以后 家里人是坚决不可以涉足我的工作的 不允许到外面去宣扬说我儿子是干嘛的 也不允许把我的东西给别人 就是轻易的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我希望保护家人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低调一些 但是真的是可能 有一次我父亲就跟我讲 他说你得理解我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 我们生你生得晚 说我们沾不到你什么更多的福气了 你得理解我 所以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理解你的福气 他为你骄傲 这是你能够对他的最大的回报 可能是 也谢谢刘洋 谢谢你今天来做的这个很好的课 他自己书 我看 这有一个小小的腰峰 腰峰上说 大悲大喜人生如戏 一个演员的聊斋 为什么这么来写这样的一句话 放在封面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第一次看一个稍微不头大一点的一本书 就是聊斋 可能是我第一本比较正式的书 我觉得其实和这本书的 这个形成的过程有一点相像 这本书当中除了写演员的故事 写我个人的故事之外 其实还有蛮多的 道听途说而来的别人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蛮像是新时期的一本聊斋 所以这样子给自己定位的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想问你的 这这这翻开之后就是张义的介绍 上面说演员 哈尔滨人 肖红的邻居 蒲松林的老乡 你哈尔滨人怎么变成河滨的老乡 山东 对我祖籍是山东的 祖籍山东 闯关东闯过去的 对的 所以去了之后又和肖红他们家那一只 在哈尔滨相遇 我们住在隔壁街 这样子的 山东人 根是山东的 对 所以根蒲松林算是老乡 对 我攀了一个高枝 攀高枝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聊斋 以至于最后要写一本新时代的聊斋 我记得我第一开始看聊斋的时候 家里有老人就讲 说不要给孩子看这些鬼啊神啊的 这个对他不好 后来慢慢的我没觉得不好 我反而觉得让我很感动 因为聊斋里有很多故事 他即便是讲鬼和神 但是有一点 他从来不脱离这个教人向善的本质 包括有一部分聊斋故事 他甚至在通篇当中 你找不到这种鬼和神的影子 他完全讲的就是一个 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在做着一件老老实实的事情 你比方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篇叫做 乔女 他讲的有一个女子 生来丑陋 说是他这个 豁了一只鼻孔 还有一条腿是瘸子 他这个结过婚 但是 丈夫早亡 所以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呢 四处飘凉 那么有一天呢 有一个人叫孟生 孟生呢就觉得 这个乔女人品很好 我想 那她为夫人 但是乔女就觉得 说我脱家带口的 我又刚刚丧夫 我觉得我嫁给你 会给你带来不幸 我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我特别感谢你 对我的这种看重 我愿意知恩图报 所以在孟生 没过几年去世之后 很多人来欺负 孟生的家的时候 分孟生的家产的时候 是乔女 一个弱女子 一个丑女人 从此开始打理 孟生家的所有的事物 但是坚决一分钱不沾 他一直帮助孟生 把自己的这个儿子 乌头培养成人 甚至考上状元 甚至变得 开始重振家业 拥有万贯家资之后 黯然地带着 自己的儿子离开了 一分钱不占孟生家的便宜 那这个故事 其实给我的感触特别深 我就觉得 古时候的人 特别讲一个字叫义 一个女子 一个弱女子 尚且可以为一个义字 干脑涂地 我觉得这个 我们现代的人 又有什么不可以 所以其实从 从聊斋里 我觉得除了那些鬼 神 狐狸 有这种意气的情节之外 很多他故事当中的 朴素的这些老百姓 也是有这个特点 所以我特别喜欢聊斋 那么同时 聊斋好像 我觉得给我个人 最大的一个 一个启发就是 它增长了我很多的想象力 比方说 如果这个时候 我变成一只狐狸 或者我去上天上 去偷一个仙女 攀桃会怎么样 我会这么去想问题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 很好玩 我报复回来了 演员张艺 助书立书 做客 我的一本课外书 张艺 张艺 我爱你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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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节奏很重要 节奏重要 这个还需要训练 我觉得 但是张艺 至少十年前的你 你恐怕听不到 这样的喊声 到今天 就说有那么多的 喜欢他的人 其实是经过了 走过了很坎坷的路 这本书里写了很多 大家可以慢慢去看 我们可以倒回来 从小时候的张艺 说起 张艺小时候的照片 大家想看一下吗 想吗 看一眼 都是丢人 怎么样 还是很可爱的 好萌的 下面一张 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 眼睛开始逐渐变小 对 刚才那张眼睛还可以的 对 再来一张 这就已经看不见了 这是什么时候 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前年 还是大前年 录歌的时候 其实看到这张照片的话 咱就不得不说 张艺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了 因为你们注意到没有 今天张艺跟我 就是在作案工具上 有什么区别吗 有人说对了 他拿这话筒 而我呢 很羊 耳麦 你知道在背后发生什么事吗 我们那个录音师 要跟他戴耳麦 我们在里面录音 我们做节目都是戴耳麦的 死活不干说 你们有话筒吗 手持的 你知道吗 张艺同志有话筒情节 而且非常严重 对 这书已经讲了 当年想考北京广播学院 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 对 说说当时怎么就那么迷这个播音呢 我觉得能在话筒后面 特别是播新闻的人啊 都是一身正气的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所以我 真是这种感觉 对 而且你想 那个时候 尤其是八十年代初期 播新闻 一个人播 全国都在听 全国人民在听 你一个人讲话 那是什么证实 所以当时我觉得 我应该来做这个工作 但当时为什么没有考上北广啊 因为你的成绩各方面都很好的 也是自己有很多很多问题 反正 这都不重要了 我觉得 过去会总是拿着 没有考上的原因来说事 现在越来越长大 开始觉得这些事 无论我考上没考上 这是命令给我的安排 而且没考上 现在看来 老天爷其实是对我的一个关照 我不应该不理解老天爷 去怨天尤人 你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真的 你有很好的心态 有这样的心态 才会走到今天 所以 但是他对这种话筒的热爱 你们看见了吗 已经落下病了 所以 我们这个栏目啊 这个读书栏目 跟这个张艺的缘分 不是今天哦 才开始的 对 在很多年前 我们这个栏目 还叫子午书简的时候 知道了吧 我和李老师 其实是老朋友 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发现 这个 也使经这个同志 他的嗓音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子午书简栏目 是一个朗读的栏目 就会把书拿来 读给大家听 对 我们就需要找那种 朗读非常好的人 表达非常好的人 嗓子很棒的人 所以就找到了 那个时候的 使经班长 来朗读 士兵突击那部小说 对 对对 所以你们看 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那个时候 想看看 张艺同志的朗读吗 好 我们把那个时候的 印象翻出来了 大家欣赏一下 一个痴迷于话筒的人 想当播音员的人 他的朗读 请放大屏幕 许三多 你给我听着 到了这儿 你就没有退路了 好 上出征兵的时候 我不想要你 是你死去白脸 自己要来的 你干啥来了 很简单 就一条路 抡锤 可是我 我不敢 是金分 他吼道 许三多 你想拖死我呀 为了你 我已经和连长呆了 我把全连的人都得罪了 你还想等我 你再这么干下去 明年我就走了 就因为一个 龟儿子 因为我看走了眼的 一个龟儿子 没错 你还是那傻子 许三多 你个龟儿子 别再让你爸 叫你龟儿子 杀 杀呀 如坐针专的 看着我 如坐针专 我觉得好像 现在我在做节目 我不会那么拉松了 可能会换一种方式 换一种方式 稍微的会 让听众和我一起 松弛下来的听 那当时可能太 太年轻了吧 那这个劲儿用得太大了 所以你说这个是很有意思 这是在零八年 零八年 零八年的冬天 年初应该是 对 五年前 五年前 五年前的那个时候 他来到了子午书检 非常简陋的演播室 读别人的书 五年后的今天 他又来到了央视新大楼 我们稍微豪华一点的演播室 讲他自己的书 李老师这个总结 让我起了一身鸡皮革 真的 我觉得真的五年前 其实有很大的变化 我从来没有想过 您说的这个问题 但你这么一说 我心里边忽悠一下 当时从来没有想过 我当时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包括那个时候 做了一系列 帮助别人的牵手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书 直到拍这个叫 《妈不女也有春天》 那个时候 刘洋刚才那个 我们在一块那个戏 那部戏里边有 两次我牵手的情景 当时这个 我的这些铁杆观众们 就说 什么时候 你自己的书能出来 所以 刚才您这一说 我挺感慨 真的挺感慨 您的时间 机会讲是 别有准备的人的 士兵突击 大家刚才看了 今天想到张艺 我第一个反应 我不知道 剑场的观众 是什么样的 我的第一个反应 我还是会想到 史金 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 你演的 史金的这个角色 所以士兵突击 事实上 从某种意义上 是改变了张艺的命运 我们今天 还请来了一个证人 他也是 士兵突击里面的 一个演员 一个演员 我们现在就有请 在士兵突击里面 演这个 草原舞班的 这个 李梦 李梦 他这个演员的名字 叫马帅 他是我书中的小马 以及二先生 有请 欢迎 怎么轮到我这儿 就不报了呢 报一下吧 来来来来 你看 男女有别啊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吧 一会儿 书上还是说的对 一会儿 全靠你揭发 我们现在就 他们的小马 在镜头里面 是很律师 我叫李梦 我的爱好呢 只有到了这儿 才能够实现 如果不到这里 我绝对实现 我写小说 平心静气 踏踏实实的写小说 我要写一部 两百万字 关于人生的小说 这要是在繁华闹市 我一定实现不了 可是到了这儿 命运 命运 想起来了吧 这李梦 这要写几百万字小说的人 主要是赵他演的 赵他演的 有两百万字吗 哪有 我现在写了才知道 两百万字 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一百万字 可能就这么厚了 这书里边 就写了这个小马的事 对 当时小马 跟你见面的时候 你们是分到一个团 是不是 一个战友吗 我们就是一个团 就是一个团 后来是因为当兵 不管是文工团的 还是你哪的兵 来了之后 他有一个统一的训练科目 那就是下到连队 去真正的野战军 去受系统化的训练 锻炼 结果是因为我们到的时候 他晚去了 不明原因 突然之间 晚了一个月 你看我们三个半月 他就受了两个半月的苦 四个半月 他受了三个半月的苦 对 他晚来了 突然之间就冒出 这么一个物件来 突然就冒出来了 还号称是我们东北大汉 我一看 确实挺汉的 当时 那个书里边写了一个细节 就是小马 就是他有记日记的习惯 他喜欢笔记板 他有很多笔记板 然后呢 他笔记板都长一样 而他把自己日记呢 写在笔记板里面 然后有一次呢 就是张艺就管他借 就借一个笔记板 他就拿了一笔记板给张艺 错把自己的日记板呢 就拿给张艺了 张艺翻开他那日记板 就看到他这么写着 日记板上写着 今天来了一位新战友 这个总是不跟我们说话 在那个地方写东西 怀疑是在打小报告 小报告 别紧张 死人 于防着 就是他干的事 别闻你看 到了到了 还是没房住 你看给爆了料了 当时啊 为什么是这样啊 因为突然之间晚来了 晚来了呢 来这个人呢 大家接触的 刚才我跟这个刘洋啊 也简单聊了一下 他到了一个陌生环境啊 他也很谨慎 他怕漏气 可能是 然后呢 他就很矜持 啊 就始终保持着很冷酷 他也不知道是内裤还是外裤 就是内裤 还是外表装裤 后来明白了 是外表装裤 其实他的内心是燃烧的一团火焰 因为很热爱生活 所以说他就给人很冷 这人有爱之生 最起码是个老乡嘛 也都是东北的 都是黑龙江的 说来了 有之生 大哥我是省会的好吗 对 省会的 你先省上 这人干嘛呢 琢磨不透啊 人说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结果还没防住吗 张义 这个 真的 我看出来了 他是哥们 能够互相损到这程度的 不是哥们 他能是谁呢 对不对 我们是在一起长大的 都属于交友不慎的 对 因为我们都觉得 好像 张义真的是从士兵突击以后 广为人知 而从此他的事业 就开始就突飞猛进了 但是之前 他默默无闻 他甚至曾经还有人说过 说张义你演戏 你就是一死 真的 就觉得他演不出来 没有 原话可能比这个还 还还凄惨 就是那个老同志 他说的最诚恳 他拉过来 四目相望 也就这么近 张义啊 拉着手 哎呀 什么什么 老师跟你说啊 我不点名了 孩子啊 可不敢再演戏了啊 可不敢再演戏了啊 你讲这非常诚恳的 忠心的发生 那你对一个人 是多么大的刺激 但是现在听过来 是一个笑谈 一个笑 因为那个时候 还有人劝 他也是领导 就劝你干脆去做 这个就是做办公室算了 然后后来呢 就是他就特痛苦嘛 然后就打电话 给他爸诉苦 说就让我去做办公室 做文蜜算了 就那个时候 然后 你看这样子 很惊恐 很惊恐 凭什么 然后凭什么说 让我去做文蜜 然后他很痛苦 我跟他爸打电话 然后过两天 他爸给他寄来了两本书 您自己说是什么书 公文写作技巧 写上加刷 寄来这两本书 亲编公文写作技巧 实用 算理 这老爷子完全没理解 孩子什么意思 又给当头一棒 但是人家张艺坚持过来了 是吧张艺 我觉得你挺不容易 你怎么扛过来的 当时其实还真是一个年轻 年轻气盛 不服输 所以就一直在往下走 有人说我们东北人 有一股横劲 你越说我不行 我越去做 可能没准就做成 但实际上 我现在这些年 翻回头来看 人家当时讲你说 你不能演戏 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能说是总是 比如说我去怪人家 是不是 如果我现在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时候 来看看当年的 十年前的自己 一样可能也会看到自己 有很多很多不适合演戏的东西 那没有办法 人是有成长的 所以那个时候别人说你这个评语 其实本无恶意 人家也是担心你这个孩子 将来如果说你这层窗户 只还没有捅破 你到三十大级了 你靠什么养活自己 你靠什么赡养你自己的父母 爹娘 那给你一个办公室的工作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真的是帮了我 所以实际上 从这个角度上一想 当时我对他们的恨 愤怒 不服气 可能是我自己的不对 但是你这份坚持 我觉得还是让人挺尊重 挺尊敬的 因为只有坚持你才会有今天 你要那个时候放弃了 今天就是一个办公室的张处长 其实今天呢 跟张毅分享了他自己写的书 也分享了他读过的书 我觉得 我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 是张毅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并不是说 他会思考 他爱阅读 他就一定能够做到这样 但是如果他不 不喜欢阅读 如果他不善于思考 他肯定走不到这样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所以要感谢张毅 和我们分享他的阅读 也谢谢你 二先生小马 小马给我们 活生生的呈现了一个 生活中的张毅 谢谢你 也谢谢我们现场观众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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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